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18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作证 就当前亚太局势状况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说明 多位议员对于朝鲜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威胁 这个流氓政权是美国的直接威胁 上个星期朝鲜进行了一次核艇单道导弹试射 有报道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核试验 罗伊斯议员说至今仍然有资金能流入朝鲜 他担心联合国上个月通过的制裁是否真的能发挥效果 达到遏制朝鲜的目标 布林肯表示现在已经有了能向朝鲜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 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各方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 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否能执行决议 中国在通过这份安理会决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期待中国执行决议 现在说中国是否会照做还言之过早 但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正面的进展 包括他们制定相关法规并发表了有关声明 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 邵建龙表示 中国在制约朝鲜方面举足轻重 他说如果中国不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的话 他认为朝鲜的态度或行动不会有任何改变 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还表示 为了因应朝鲜的威胁 除了履行安理会的制裁 确保朝鲜无法得到任何外力援助之外 美国还必须和日本 韩国 两个主要亚洲盟友紧密合作 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长晓 国会山报导